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宜 我以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宜 我以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宜 我以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欢迎大家来这边 因为我们等于说是第一节开始的新的介绍 我们开始介绍是福称大师的中译 和这个我们常常会看到它的翻译版有叫 班禅福称大师 可是这边的班禅福称大师跟 我们所谓的班禅大师是 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不要把那个班禅大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转世跟这个 这边所谓的班禅只是所谓的大班之达 或大学者 和所谓的大班之达一般以前来讲的话 是什么就是五名通达 五名接通达的为班之达 所以所谓的五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生名嘛 一方名 公巧名 英名 跟内名 这个五个通达者为叫班禅 它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会用的 这个祭宋或解释是福称大师的 所以他就是班禅大师所写的 宗义简历 一般我们在宗义的解释当中 这应该是在于西藏跟印度二者里面的话 比较是属于是之后的藏人的祖师大德们 所组合出来的 这个在印度的话呢 我们会看不到的 大家如果以前或者有在听 我们教师这边上的别的课程 有些地方会觉得说 好像你去看印度的经书 像入中论啊 或者中论本身啊 或什么 它根本没有分清楚哪边是 你不会说这个是哪个派别 或者哪个见解 或者哪一边到底是谁在讲什么 谁在讲什么 都还不会分得清楚 是之后 由在西藏的这个地方 他把它分类的 或者取其它所谓的界线 因为我们在于 藏文的所谓的中议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 所承许的边 所承许的边来讲 就是到什么样一个阶段 它是属于这个见解 这一段的见解 什么超乎这个呢 你就已经超乎它的边界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在藏文的 所谓的中议的意思说什么 说我们所谓的中议师呢 是什么呢 就是不只是持有这个见解 而是有能力能宣缩 所以是不是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说真的要了解 或者说通达的话 不是只是我们内心认知 是要到有办法 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在表达的 或者能说出来的 这还真的了解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以前的中议师 或内心真的有持有这个见解 或有理解的话呢 是有办法要自己用 自己的语言也好 或自己的方法来讲 去表达给别人说 这个我承许的边 或者我承许到什么地方 或者我的承许是什么 什么什么以这边来讲的 所以中议这边的话 为什么我们在学佛 特别在学与关于见解的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中议师来讲的 不管是外道也好 或者是内道 或者我们佛教徒来讲的也好 等于它从一种感觉 一种迷信 或者不了知 为什么来讲的话呢 它转移到什么 它是用一个理智的 承许的 知道说我为什么说 我到这个界限 我还没算佛教徒 或者这个以上的话 我才算佛教徒的 或者我这样子超乎了 佛教徒的见解 或者过于了 或某些派别 或者如果没有的话呢 是不是很多人就说 你们信宗教就是所谓的迷信 的确也是 如果没有中议的见解 或者没有的话呢 跟实际的一个迷信 或者只是靠信息来讲的话 几乎是没有两样的 所以我们在最中议的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是什么 是说我们从智慧 或者从理路 或者从原因这一方面 怎么去判别 理解 理解 了解 什么叫做一个佛教徒 或者什么叫做一个非佛教徒的 或者等等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是准备开始讲 综艺这边来讲 我记得我是 这一本第一次去学习的时候 是我在印度的第三年吧 还有那时候我们的话 是老师逼我们要把它整本背完 所以这个是以前背过的 考过的 和来把这背过 和再考试啊等等 和那一年的话是配合 要背一点适量论 背一点中议 还要背现观中原论给老师听 所以这一本是我们有 我自己是有背过的了 和之后的话呢 大家会觉得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因为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以 虽然我们是一般在 折磅寺那边来讲都是 主要是依着福生大师的来讲的话 可是这个中议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特别的传承 说口传也好 教授来讲也好 经验什么那些都没有 可是老师们会教 可是他没有特别的传承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这个中议来讲的 他就有一点点的争议了 有一点说他是怎么 他说很多说 这个不是福生大师自己的写的 因为这有很多地方 不太像福生大师的文字 这什么是以前在 因为福生大师有当过 折磅寺的赤八 有当过甘丹赤八 什么等等的时候 他在当上 折磅寺的赤八的时候 他们说是他在 有些传法的时候 在大殿或在汴京厂 对每一个班级 每一个班级 传送教授的时候 是每一个班的班长 那一班的班级的班长 把他做一个笔录下来 和汇集在一起的 所以这边很多的文字翻法 如果以后大家再去看 那个显明佛母一支灯的话呢 他的文字的写法会差很多 他没有那么的流畅 和一般我们看福生大师的用词 不会像这样子这么散的 福生大师的用词是他很 很犀利的 他的理路是很明确的 好像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很多在我们那边来讲的话 这个说 有些人说这是在福生大师的拳击 有些人就说他是收集或汇集起来的 可是我们这一次 虽然是主要以福生大师的综艺为主 和跟大家介绍呢 可是我们会说什么 大家一般知道 我在教书的风格或什么的话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和如果对任何别的综艺有问题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说是 我在听某某人讲 或者某某人跟我这样讲 这个我们就不一定会承诺 或者不一定会来讲 可是你说某一本经书 它有写这样子这样这样 我的理解是这样这样这样 可是跟这边好像不太一样 是什么的话呢 随时欢迎大家来问 当然你们又说是 某某人用口头上讲的话 我说这我们本来就不成许的 因为这是说每一个老师 有每一个的讲法来讲 可是我们一般非常欢迎大家来问问题 如果特别是想说什么 是在我们教综艺的时候 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在课堂上的就足够了 很多是要自己要自己下可以回去多看 多接触 还有很多 我是不是上次跟我们中文 还有翻的很多的综艺有翻过的 例如说有像我们是不是大家有知道 以前在西藏他们有 我们算学经论的最主要的几个大寺院 我们就叫三大寺嘛 就是在三大寺里面就所谓的 泽棒 甘丹 色拉嘛 它在泽棒寺 像每一个这个寺院它 它主要主要的 当然有很多别别院 主要都是大概都有两大学院 这来分的 就像我们在泽棒寺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分的 他们就是一般讲说是 洛瑟林跟果孟嘛 洛瑟林跟果孟 和洛瑟林的话 就是跟随的就是 福生大师的经典了 和果孟的话呢 一般跟随的什么是 妙音喜经纲或妙音笑 所以妙音笑大师的 他所做的中意呢 这是我们在中文上面 已经有翻过了 大家如果在我们教完 解释完毕的时候呢 如果还想要得到有关 中意的传承 我可以说我得过传承的是什么 是妙音笑大师的 中意根本颂 跟妙音笑大师的 第二世的五位金刚嘛 是不是我们讲说 无畏自在的等等的 他所写的中意宝曼 这两本的教授跟传承 我们是有获得的 可是我们中文有翻这两本的话 希望说什么是我们 教完这本样的中意来讲的话 大家应该是要有能力 可以只要 虽然我们没教过 可是大家去翻的话 都要可以自己读都可以懂了 或者更何况 像是说什么 像最近有尊者他所写的什么 佛法与科学啊 或者有一些现代的教授里面 都会提到中意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说 有很多学生跟我们讲说 我们上完这么久的 心内学之后 他再翻回去 科学总集 再回去看什么 很多的现代的尊者的 教授的时候 发现后面的心内学就看懂了 这什么是 因为大家自己努力 不是我什么 是大家努力了一年之后 慢慢累积累积 回去看的时候 就知道尊者那一讲 还反而会说什么 尊者这个地方好像比较恶药 我们讲的比较广 对啊 因为尊者是什么 他在那边书只能说是给予 初分的介绍吗 没有像我们 讲的这么详细 可是现在因为大家已经变得 慢慢有了解的时候 回去看的时候 以前觉得看不懂的 有一点点懂了 或以前觉得说 这很详细了 变成怎么会变成是说 只是一个 初分的介绍了吗 所以同样 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去介绍心内学 大家有这样感觉的话 同样希望说在 在一年后 我们学到同样这个时间 在于对综艺的时候呢 应该是有一个 或多或少 有一点点的理解了 看我们不会上太快 我们是每个礼拜 每周的周一 除非 我说什么 因为大家第一次来 我们算第一堂课 一般我们的规矩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 就是说 除非是有特殊的情况 我们一般是不请客的 当然如果是有国定假日 有国定假日的话 大家也不用毫无疑惑的 我一定会访 只要是国家国定的假日 特别说如果在往后这几个月 如果我们碰到台风啊 还有停班停客的话呢 大家也不用毫无疑惑的 就说我们那天一定会停客 如果我们台北市 是停班停客的状态下 大家不用冒着风雨来教室 我们一定是停客的 或者有什么天灾人祸 或者重拾 或者假设疫情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会宣布 可是大家只要知道说 只要我们 我的个性 或者我们一般教学的是 我说只要大众是罪得怎么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 所以为什么也说 像大家知道现在最近在 疫情有在有些例子的话 国家如果有规定要 比如说和为了我们大家的卫生 我一般会什么 如果大家进教室来 我们希望大家有穿袜子 和戴口罩就是什么 因为就是保护你自己 不是为别人 是保护你自己 也保护你周遭的 法友的 他的学习的一个环境的 一个好的环境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样子也保护大家 我也指责有保护大家 除非大家要 我说我戴口罩 大家就听不到了 这样子就已经模糊了 这样子 可是 所以呢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是不是在说三大士的 祖师大士很多的 大家比我以前 我刚开始学还幸运的 像我们刚开始学这些书的时候 都没有中文的翻译本 在这个 你看我是民国86年 87年去印度的时候 在这个20年当中 有很多的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呢 大家就不用再去学 像我一样一定要学藏文 我那时候说什么 有一个格西要可以来教书的话 更不可能的时候 在20年之后 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有 书本也有了 有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去学的机会的时候 所以已经省了一半的功夫了 现在就是只要去把它看懂而已了吗 所以什么 虽然我们是主要依着福生大师的经书 福生大师是拿两个学院 就是由甘丹的东顶的寺院 以及哲邦寺的洛舍林 还像我自己本身是对式的 我们这几个寺院来讲的话呢 我们跟随着 或者依循着教授是什么 就是依着福生大师的 就好像说 是大家有记得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尊者他本身的大的经书老师是谁 是令荣不切吗 令荣不切本身也是 哲邦洛舍林的 所以令荣不切的个性是什么呢 他们那时候是说 当他们在学习的到最后的时候 令荣不切什么 他一般就是什么都好好好 可是问到那个很尖锐的那种的 佛法的问题的时候 令荣不切就说什么 他说福生大师他是与众不同的 他的程序的话 例如就是很老实或者很坚固的持有 那个福生大师的一个教授的一个人 而像果孟这边这个学院 他所持的教授是什么 就是亥加什么 果孟以及他所分下来的 像我们说什么 像青海那边的拉普认世啊 塔尔世啊 这一脉的学院 他比较持久的见解是什么 是持着妙音孝大师的 或妙音喜金刚的大师的经典 所以我们中文也有翻出自己为大师的 他有以妙音孝大师 或妙音喜金刚 他本身的 他的著作有什么 他有个综艺根本颂 他因为这个综艺根本颂 觉得只是寄颂 太困难的了解的时候 他自己做的有点像一个制式 有一个自己的解释 我们叫大综艺 我不知道 好像中文还没有翻 好像中文还没翻 可是如果大家对英文有熟悉的话 因为好像这个英文的某一部分 有翻成英文的某一部分 我不知道有没有全部 可是有一本叫大综艺的 可是到第二次的 他的转世 第二次的妙音孝 觉得说什么 综艺的根本颂 跟大综艺都太难理解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 这二者的两个一个解释 就是什么呢 就是综艺宝曼 我们一般常常看到的 早期看到综艺宝曼的翻译本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在中文 比较常 我记得我们在中文 第一个看到的什么是 综艺宝曼这本翻译本 可是这一本反而是什么 这本是没有一个试验 是以这个为主 这是因为之后的一个解释 大家都是以我刚刚讲的 俯身大师啊 第一次妙音孝大师的 他的这些书本 和之后我们中文还会碰到什么 对不起 应该要跟大家解释 还有之后甘安北鼎 瑟拉杰 这边他是一个什么 我们叫至尊法床 大家应该有听到的 最后我们讲至尊 至尊的 和至尊大师 他自己也有一个写了一本综艺 现在也有中文版 也有英文版在这边 大家如果要看的话 随时来教室这边都可以 坐下来阅读 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 就有一个瑟拉妹的一个祖师大师 他所写的这个综艺的 大概在格鲁派的 这个几个大师院里面的话 都是跟随这些大师们的著作 还有几个著作 我们会看到什么 有综艺的名词呢 就是现在拥和宫的创办者 我们是不是说是由张家活佛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他也有造一个叫 张家中益 是一个近代的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记得张家大师好像是 18世纪的 就是1719年左右 我年朴不敢说我百分之百 其实很快 他是1719 看他本身是什么 他好像是没有进入到拉萨 他直接从台尔寺 这边之后学了 就来北京舞台山这边 他就 所以他像张家大师 他有很多有名的著作 像什么 李战母亲的战颂 母亲战等等这些都是什么 你看他的小字 他说什么 是在北京拥和宫写的 或者他在北京 或者他说是在北京郊区外的 舞台山上的 弥芒英洞什么写的 这都是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的 和张家大师的 他本身老师我们有教一个 什么叫土官 土官 和那时候的国士名叫什么 因为是清朝 他有给一个满族的封叫什么 糊涂可吐吗 糊涂可吐 这是他的一个国师的风格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 土官忠义或者中流 我们中文有翻译的叫土官忠流 而这个的土官忠义是什么呢 他比较不像我们这边要介绍的忠义 我们介绍的忠义是什么 是见解上的忠义 土官忠义是什么呢 他是这样说这些的派别的 怎么演变出来的 有一种历史的角度的来讲 所以我们在中文的 很多的这些中意的翻译本 都早就已经翻成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都可以最近都有 或者如果找不到 没关系我们教师这边都有 大家可以来多阅读 是不是我们说 虽然是以一个福生大师的经书 我们作为介绍的基础 或介绍来讲 可是希望说什么是 透由这样子的介绍 大家都可以完全的通达 我会希望说 我自己把大家教导说 只要大家可以去 不管是翻到哪一本的中意 或者哪一本的这种经书 除了它的用词 可能会跟我们这边的 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别的话大家应该是要可以 一一一一一的 好像就像现前这样子看到的去了解 如果大家在看的时候 或在思维的时候 有任何不了解或不清楚的话 我们还是要每一堂之前会有复习 和之后还会有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这样子的上课 和这个之前如果复习当中 带大家 我们一般对于这个上课什么 我们大概就从6点15分 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复习 看大家如果在这个当中 在于自己的法友们 或者我们大概有没有听清楚 我们可以有一个 我一般来讲就像 因为我们三大师的话 大家不一定要那种可以像我们一样 跺脚啊拍手啊 可是至少是什么 可能有在这边没有听清楚的 或者没听懂的 或者疑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个互相的一个交流 我听到是这样子 你听到是这样子 还有我们有这样互相的话 有些他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可以厘清了 就不用到 好像是我听到这某部分 人家听到这某部分 他的思维是这样子 和Toyle这样子去理解的话 我们就可以厘清的时候 可是如果在这个情况 还没有办法厘清的话 是我们就是在教室上面 或者我一般就会留个10分钟 15分钟我们可以回答问题 如果一次回答不完 我们到下一次吗这样子 好 所以这往后 我们以后的话就是 因为是新一堂课 大家有时候他会问我说 我们是一堂课可以上完 可以啊 我说大概我念过一遍 就是一堂课了 一般我们应该是会 慢慢上 和以我的个性 或者以前老师的 我们的上法的话 我比较秉持 像我是以前怎么跟 我在教法的上面 我比较算比较传统的 就他以前我们的老师 也没有时间的限制 反而老师会花很多时间 我还算很比较仁慈啊 有些人还说 我怎么没 我是有时候 大家讲我们以前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啊 因为有很多老师是 大家有没有 还记得我们在这边刚搬进来 有请那个 我一个老师叫秘法的老师 他来教室 你看他们教室就是 闭着眼睛嘛 他是这样闭着眼睛上的时候呢 有时候老师讲得起敬的时候 他忘记时间了 以前我们三大师也是 他有时候从 因为我们是四点多上课 老师一直讲讲讲 讲到晚上七点多 然后我每个都坐在那边 也不敢动 谁也不敢吭声呢 老师就一直在讲 每个就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直在讲话 你说话 你说话 没有一个人敢拿 所以一直让老师讲 讲了三个多小时 四个多小时都有可能 会有时候是什么是 因为要去辩论了 老师还在讲 还在打钉了 那老师看 你们在为什么还懂了 打钉了 那才放 放我们去 要准备去辩论的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回想起来 那老师是他们什么 因为他们 常常我们是停电啊 或常常没有 他们就是把它背起来像 老师根本不用看书的 他们就说 你们就背给我听 他还讲一一一讲 他们都很多都是闭着眼睛 他就慢慢讲的时候 真的老师他们是说什么 我说 像我们 在当年的时候 背的是很熟 可是老师是 比我们背的还更熟 还可以讲得出来 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我还会背错 老师说你们都背错了 都可以抓得出来的时候 都知道他们有多熟悉了 那可是 那今天有这样子 我说 也可以把 福生大师的经书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话 和大家同样 我还要在注重是什么 是说 我从来不会认为 我讲的就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我不一定是说 可是我会什么 我会把我自己思维的 我自己是怎么去看经书的 我怎么来讲 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 和大家如果有觉得我 我讲的不对的 大家不一定好像说 这就是格西说的 格西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是送三大师辩论出来 也吃过很多人的那种 说你矛盾 然后你那个三轮的 等等的这样子来讲 一样的 所以大家 可是什么 我觉得老师以前 跟我们讲的是很重要 说什么 就说 你不一定要 马上就承诺或者承许 反而不承许 或者有一个说 我去检责 是更为重要的 可是什么 不要说还没有听懂 就先扑斥了 很多人是什么 是还没听懂的时候 扑斥就已经过来了 第一个首先是什么 先 有没有听懂人家 在说什么之后 在扑斥 所以我是不是说 钟大师在他的 《入中论散显秘书》里面 就是讲到说 他在外道 他们在对变的时候 他常常说什么 我持有的见解 都还未黎明 你破词的太阳 都已经高照过来了 那样子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这边的 这个想法 什么都还没亮起来的话 早就破词的话 那我们 最 应该说我们 一般保持的见解说什么 大家先听听看嘛 或者有可能 有些地方 我也欠缺思维 也有 大家可以提疑 因为也反而对我有帮助 如果听不懂的话 在这种时代的时候 我很容易跟老师去问嘛 有时候常常我有疑惑 我也会去问老师 或他们的思维怎么样 老师他们的教书经验 比我教的还 还久 有可能我教书才十几年的经验 他们教的都是五六十年的经验 那样子来讲的话 他一定比我的思维的更为透彻 更为详细 可是怎么呢 我们因为体力比较好一点 有比较有机会 跟大家来去教书的话 大家只要有任何的 正当的疑惑 可是 还要什么呢 请大家不要是说 好像觉得又有 一个很不好的学习的方法 什么 就是来求好像一个 背书 我帮你背书一个答案了 而这不是我们学经书的精神 学经书是什么是 答案是对也好 错也好 是什么 是中间那个思维才是重要的吗 我说如果要被答案 我们也可以说 我要一生成佛 我要成佛 而这个 我们从一开始 就可以背出来的时候呢 那还是一样嘛 所以我说最主要是什么 我们偷偷这样听闻 怎么去思维 思维的话 再如理的去修嘛 不断的去观修 不断的观修的话 这才会对 法有一点点的理解 和希望特别说什么 我们偷偷中意的了解 像什么我们才把 佛教里面的 与众不同的 或者我们说什么 藏人有一个批语说什么 好像他比如说 在众多的牛奶当中 把那个 把那个 牛油啊 或把那一层的butter 把它浮出来嘛 在大家都是一样一样 好像看起来一样的时候呢 那最 佼佼者浮不出来啊 那真正的佛教的 与众不同的来讲是什么 是他的智慧这一方面啊 你说别的是不是 我们常常讲说 不管你看修悲心啊 忍辱啊 宽恕啊 乃至戒律啊 什么 这都是我们跟 内外道共同的嘛 真正的与众不同是什么 在智慧的这一边嘛 看怎么样去培养智慧呢 一定是从学他的见嘛 学他的持有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慢慢了解慢慢了解 和后面的忠义 或者以前的 有些有可能大家对忠义的 错误的理解的话 我们在慢慢介绍 慢慢介绍的时候 会一一一一一的 慢慢去跟大家介绍了 所以首先 忠义这个词的话 大家还记得就是说 很重要的话 在于说忠义忠义 这边的意思 或他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他所承许的 或者成立的那个边啊 他所成立的边 所以是不是我们说 在于持有忠义的 应该说在什么 在宗教里面应该是 可以分为什么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来讲说 分宗教来讲 是不是有 持有忠义的宗教 跟所谓的 没有忠义的宗教嘛 像说什么 有没有没有忠义的宗教 也有啊 你说什么 他什么 拜火啊 拜土啊 拜太阳啊 或什么来讲的 这种来讲的话呢 就是什么 他等于说 他是一种没有一个忠义的嘛 他没有一个见解说 我的见解是什么的边 或什么来讲的 可是是不是说 那在持有忠义 所以也是不是这样子 我说 我们佛教乃至 不要说别人 佛教徒里面 有没有也有持有忠义的 跟没有持有忠义的佛教徒 那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和所有的佛教徒 持有的忠义就一样吗 他见解一样吗 不一定嘛 见解可以分什么 你看我们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人 词是说净土宗啊 有些词的就是禅宗啊 什么别别别别的 那样子来讲的时候呢 这就是叫什么忠义 只是我们不了解这个词汇而已 可是是不是 因为也不了解忠义 人家就会想要破斥了 还说什么 像我们以前讲的说 有些人说 那小秤的 或者说什么 我们讲说 巴黎语系的这种佛教呢 就觉得说 你梵文或者大圣就不是佛教了 或者大圣就小看了 小圣的时候呢 这什么 这是因为忠义的不了解吗 不了解他的真正的是什么 是 你一个建立在一个上面 一个建立在一个上面而已 而不是说这样子 好像格格不入的相违背了 或者乃至我们到后面来讲的话 在藏传本身他说什么 是不是有粉说什么 格鲁啊 宁玛啊 沙迦啊 嘎举啊 绝南啊 或者什么等等等等的派别来讲的话 那什么 很多不懂的人就觉得说 哎 他什么讲的词汇 一个讲的 那只是词汇上面的不一样而已 你实际上去再了解一下的话 所有的说就是 见解都是 都是趋入一个地方来讲 他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的 那更何况我们在这边慢慢会介绍上什么 毗婆沙宗啊 金布宗啊 维士啊 宗外 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进入 这些宗外 内部的 可是还没有进入到我们佛教徒的见解当之前呢 我会介绍说什么 他跟什么叫做一个内道 或者什么叫做外道 或者我们一般 我不太喜欢用内道跟外道 因为这有一点好像排斥他者了 我常常就说什么 什么叫佛教徒跟非佛教徒而已 我说我都是用说什么叫做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你用内外道的好像我们 我们才是入内了 有进入状况 人家都不进入状况的一样那样子 我说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 和同样 因为我们跟随着尊者达埃喇嘛 我是不是说同样他有用 的确我们在经书里面 大概会看到大小秤 或因为这什么 这是在梵文上面就有了 因为梵文的时候 我们在大圣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Maha Yana Maha是大的意思 Yana就是它的存在的那个工具 和所谓的小秤是Hina Yana Hina就是小的嘛 Yana 所以他把它直接翻过来叫 大秤 小秤 可是我比较不喜欢 因为同样这样好像觉得说 小秤的人呢 这样就会觉得说 你大秤根本不是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佛陀啊 有这样子用梵文啊 或者这种看不到的时候呢 所以你这就也不是佛教了 而大秤的人又觉得说什么 我是大的 所以你是小的 所以你要比我更差的 会有 自然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排斥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般现在喜欢用的词汇是什么 我们就用说主要是依着 因为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呢 佛陀他是讲巴黎语的 所以我们说巴黎语系的传承 这是大家共同的 我说佛教不管你是持守密秤的 叫见解也好也好 或者持有 我们现在所谓的大秤传承来讲也好 他的根源都是什么 都是巴黎语系的这些嘛 就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戒律啊 世政念著啊 或者什么匹婆生啊 圣魔塔啊 什么等等这些来讲的话 这东西等于是说什么 或我们讲说什么 一般我们讲说三十七道品嘛 七菩提芬啊 八正道啊 什么等等的话 这就是在所谓的我们三十七道品里面的 这种主要的修辞 这是什么我们讲说一般是讲巴黎语系的 这是一切佛法的乃至到密秤的最上 如果是讲这种的话 我们讲到极身成佛这概念的话 都是建立在于巴黎语系的这种三十七道品 首戒的这个地方 所以宗大师他后面有一个祭颂 他一般来讲说 他的对他的自传的来讲的话 有一个上方侧传嘛 他自己的自传来讲 他说什么 那外在的一个比丘应该什么呢 他应该词为的像小秤的比丘一样 很注重在于外在的生余的 心是要像什么呢 心的修辞要以一个大胜的精神 有菩提心啊 空振界 还什么是秘密的才去用那种密切的修辞 那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说什么 好像可以公开的这样子来讲 以前的修辞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更为一个 大家看到的时候 就是不自觉就会对于僧众啊 或者生起信心 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外在的一个表现啊 所以我们会慢慢一一一开始介绍这个 叫巴黎语系的这些传承 乃至到什么 我们现在到 或者我们说一般大称 因为大称的所用的是什么 都是用梵文讲嘛 因为那时候梵文的语系是什么 是一般只有高学问的 或者有些人讲说 说是那种所谓的天人们才会用的 这种的语言的时候 那是少数人会用的语言 所以我们看到大称的经典啊 像我们所谓的那种 妙法莲华经啊 金刚经啊 或者什么等等这些 波尔经啊 心经啊 等等这些都什么 我们都是所谓它是巴黎语 所谓的在泛语语系的里面的 它不是巴黎语系的 它两个文字是差很多 大家因为 如果去过印度的话就会看到 我说我看过去过的国家里面 有最多的语言是什么 我觉得是印度那样子 印度这个小小一个 不是不能说小小一个国家 一个这个国家里面的时候呢 它就有五六十种官方语言了 它不只是五六十种官方语言 它每一个语言的文字又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有多难学 我每次 我说大家说 可惜你会 你很会讲好多语言 我说我去过印度的时候 跟他们比都不是 你随便去一个 不要说别的 随便去旁边的一个农夫 以前我们说你会多少语言 我不会多少 我会八个语言 那我说那这么厉害 每个都这样子 或者说什么讲讲的话 可是他就是说他会不同方言 或者他们终造印度的这边来讲 可是在这边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国度 主要要用的语言是什么 是巴黎语系 所以巴黎语系的传承的时候 那是按照符合历史 符合历史 而在于说我们所谓的神辩 或者所谓的少数的人传的法是什么呢 就一定是用梵文的了 这我们会慢慢看到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开始要准备开始 第一个的中意的建议那样子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 为什么大家你看哦 等一下之后看到中意的这个时候的介绍呢 符森大师的这边中意来讲 他是没有归金颂 他跟别的著作不太一样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 我是不是刚刚讲说 很多人说这个不是符森大师 这所写的原因是什么 这完全没有归金颂啊 他没有礼战啊 他直接好像就开 就是好像 开门见山了那样子 就直接说 我开始就是 进入正文的时候呢 这好像不是一种著作的那种一般的风格 可是他从这边来讲的话 他也没有给他取一个 好像特别的名字 他只是说什么 他说 于所之处 据广大眼之班禅服称 尊者所造作的综艺建立 心明生喜之绿树 催灭论敌 岩山之垂 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把它翻得比较 广的话 他把这个意思来讲说什么呢 应该说什么呢 他把说前面用一个批语 他是用批语来讲的话 他说把所有一切的所知 所能了知的这一切呢 以一个广大的眼睛 像我们是不是在现光传言论里面 有介绍 是不是我们所谓的五眼 这边的眼的话 不是在介绍我说我们这个肉眼的 而是介绍一种智慧的眼嘛 开启智慧的眼 可以去通达一切的 所知的这种大班之达 大班之达 福生大师 他所造作的这种说什么 建立或者分类 建立起出忠意的是什么呢 是让那种 他这边来讲说 心明 心明的意思说什么呢 就是代表说那具有智慧的 想要使内心明了的 心明的这些人可以生起欢喜的 像大树般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说什么 是由树的遮影 使人家生起内心的清凉 内心的欢喜一样呢 是依这本综艺的介绍 或建立起什么 不是使所有的人啊 而是使那种具有智慧的 聚会者的 具根气的人呢 可以生起欢喜的 像这样的一个大树 和什么呢 也在同一时间 把他方 那种像什么 像岩石般的 巨石般的这种的 问难 破斥 而摧毁他的 像那个铁锤一样的 这个著作呢 这是在忠大师这边的 综艺的这个分类的 看前面他说什么 他说 Namoguru 文书施力童子 看 就是我们说 Namoguru 大家说什么是 Namoguru 是礼敬吗 我们是不是在所有的 像我们说 Namoguru 本质是阿摩尼佛 像我们在中文的话 这个Namoguru 它变成是中文的一部分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它是梵文的吗 因为Namoguru 是什么是礼敬的意思 古鲁 古鲁是善之士吗 古鲁 它是以谁作为自己的善之士呢 是文书施力童子吗 为什么呢 这边是文书 文书菩萨 在文书菩萨的众多的相貌当中 它是什么是以文书童子的相貌吗 像我们说什么 像一般讲说像12岁童子的那样子的 一般我们看到是什么是橘红色的文书 持有宝剑的 这样子相貌的叫文书童子相吗 所以礼敬 看这边来讲的意思 我们一般讲说什么 像大家以后看到 钟大师的著作 或者很多这些主持大家的著作来讲说什么 因为他是把说 因为他们是亲见到 或直接看到文书施力菩萨的时候的缘故 他把这个说礼敬 上师文书的意思说什么 就是把文书施力菩萨 跟自己的善之士无二无别的 他不是仅仅说好像我礼敬的一个 一个菩萨来讲来讲 而是说什么 而他是直接把说像 我跟文书菩萨 我跟我的善之士的传承 关系而立出来了 好 他在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 中义建立 建立 论说 分二 内外道的区别 跟内外道的分类 所以第一个 我们简单来讲说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说出成许的 成立的边 是可以分为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出什么 我们可以分出 首先可以分出 那内道跟外道的差别在什么 或者我们讲说就是 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差别在哪里 第二个呢 那当我们分出 内道或者说佛教徒 跟非佛教徒的差别之后呢 那佛教徒里面有什么样的分类 外道里面或者所谓的非佛教徒里面 又有什么的分类 那个时候要想说 这个是以他们那时候的 印度的见解为主嘛 当然现在还有什么 很多之后的教派啊 或者见解啊 或者思想啊 来讲的话 可是什么呢 他主要的思想都 我们自己这样看过去 不会跳脱出 2500年前的印度的 对于思想来讲 总之他的思想什么 有可能有什么少许的变化 可是那个中心的精神 还是很类似的 还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首先 我们分出 内外道的差别的时候 对不起 应该要跟大家讲一下的 经书的介绍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由翻译者以前来 让我去印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在网上面 或者网路上面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人家是很好心的来提供 把他的翻译著作给我来用 因为我是拜托说 因为我们要 我知道他有翻译 你们先给我们用 所以他提供 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在网上面的 这个原因是这样子 我们在印的时候呢 有两个 因为有一个是 第一次印的比较小 因为那时候想的想法是什么 大家攜带方便 可是发现说什么 有些对像连我的时候 这有可能对人家的文字是太小了那样子 看不清楚了 或者有些什么要做笔记 那个中间没有什么间隔 所以我们有第二次的 比较大字的印的 他的文字是一模一样 大家只要看大家自己喜欢 用什么的话 如果因为我会觉得 那个攜带方便的话 小本的会比较容易拿到 他如果要看大字的话呢 大家就请自己去拿大字 他如果 因为我知道很多是网上来申请 他有寄过去 如果已经是收到是小字的话呢 你把它寄回来 我们再把大字的寄回去给你 没问题的那样子 这个因为 因为我怕很多是今天我们第一堂 很多人就急着要课本的时候 是先把 因为我们分了两批印的缘故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有些是 就很抱歉 因为刚开始有些人的是 比较小的字 和我知道 是有一些造成一些的困扰 这样来看到的话 可是 希望说如果大家有 有看不清楚的 的过患的话 大家可以今天来换那个大字的 他如果看得清楚的话 小字他是比较 攜带方便 好 他这边有一些的 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因为他后面有一些的柱角 这些的柱角不是 不是福生大师的柱角 是异者之后 他自己掺杂进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可是这个跟正文是 没有相关联系 有些地方有可能我的解释 还会跟他的不太一样的 这只是他是用柱角的方法来做的 所以呢 在于第一个 他说 他说我们分到内外道的区分是怎么样区分呢 他说有些人分说 所以他这边来第一个的科派来讲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真的来讲 他说有个伯他宗 这边来讲的话在藏文 或在福生大师自己的文当中 没有这个伯他宗 他没有这句话 他只是说 一开始就说 有些人说 是什么呢 那 承许 我念他的文字 我再来解释好了 他说有人说 承许是法印的 说中意普特切罗 是佛教徒的信像 那不承许 就是说呢 不承许是法印的 这样的一个普特切罗呢 是外道 或者说非佛教徒的信像 来讲的话呢 那什么呢 因为 这边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主要是说什么 他说我们佛教徒的 跟非佛教徒 或者所谓的差别是什么呢 那佛教徒是承许 所谓的释法印 他说什么 说中意者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 真正的要去了解 或持有这个见解的人 不是那种默默的来讲 是有能力 或者有方法 可以去跟人家宣说 你说有持这个中意者 一定要叫宣说的吗 不一定嘛 我们以前老师我还记得 那时候老师跟我辩论说 一定就要这样子 是宣说中意者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无色界就没有佛教徒吗 无色界就没有 因为没有声音啊 也就没有办法宣说啊 这边来讲的宣说的意思 不是说 一定要讲出这个声音 而是说什么 他有能力嘛 他要像我们说 为什么我一直刚刚 也刚刚跟他讲说 真正的去了解 或通达这一份的中意是什么 是不只是说 我了解了 我持有这个见解 而是说 我可以 再用我的文字 或者我才有办法把它整合 再去宣说出来给人家 这是有差别的 大家如果有在自己的教书 或者有老师或什么 你会发现说 这个不太一样 我说我刚开始我以为我懂 可是我要讲的时候 我说太难了 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那是代表什么 那自己代表的 那个中意还没有辞得那么的 通达 还没那么的理解 他要到什么是说 如果我需要讲的话呢 我有办法去叙述 我没有办法去能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 我说我有办法去讲 不代表我一定要讲嘛 不代表我一定要宣说 可是我有办法讲出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自己也要信 自己也要讲嘛 这是 好像说 要说 内在 跟外表是 如一的嘛 有些人是只会讲 可是心里没持有的话呢 是他为什么前面说 他要承认是法因 又有能力宣说的嘛 有些人是嘴巴很会说 像我们以前举的一个什么例子 为什么他叫 声闻 声闻的是说什么 因为声闻他自己不一定承认 大圣的法 可是他可以从佛陀听 他这样子如实的这样说的时候 他自己为什么不是大圣呢 因为他内心没有 指齿 没有去持有这个见解 他只是就是 讲下去了嘛 可是真正的这一派的 所谓的中意识 中意识中意识的意思说什么 是他把这个见解 自己也承受 也信守 他也有能力去 讲述或者能表达给别人的话 我们这才叫所谓的 真正的这一派的中意识嘛 所以可是有些人认为说什么 佛教徒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承认是法因的话呢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说我们会说这个不成群 那是法因是什么 法因的意思在藏文的这个印是什么 他代表是一个印章啊 我们所谓的法因或者手印啊 大家 因为我以前我那时候 我以为手印就是 这样子印下来这叫手印啊 在藏文的这个手印的话 他不是直接翻这个手印 而是说什么 好像我们 是不是以前早期 在很多信封上 他就是有一个官风啊 有那个蜡 他盖下去就觉得说 这个是 谁出来的一样 这样好像 你盖下去的之后 他是不动摇了 我就很明显的看出是什么的 承许的话呢 这边的法因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就是盖下去的 不动的一个意思 和一般我们在 汉传佛教也好 或者藏传佛教也好 或者一序的纳纳妥事的时候 有些人讲说什么 有些人讲说三法印 有些人讲说四法印 一般在藏传的时候 我只听过有人讲说四法印的这个 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诸行无常嘛 还有说什么 有漏皆苦 诸法无我 灭盘极境 他是配合这四地而讲的 我们三法印我记得是什么 是应该是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极境 应该是这样 他那个说有漏皆苦 是没有这一个有漏皆苦的 可是我们一般 所谓的四法印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说 呃 刚刚讲的 诸行无常 有漏皆苦 诸法无我 灭盘极境 是他配合了的 我们配合了四地的英国了 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说 这个来讲 为什么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了 佛教徒的基本的 是不是一切都要归根在于 巴黎语系的嘛 巴黎语系的 最主要要词的什么 就是这个四法印了 他是有关四地嘛 第一法轮的 的意思 他第一法轮 我们一般是不是说 苦极灭盗 他是从 果再到因 果再到因嘛 是不是 苦是果嘛 呃 极是因嘛 灭是果嘛 道是因嘛 是这样子来讲的话 可是这边是什么 说什么 这边是反过来次第的 他是按照 实质的因果次第来讲的 所谓的 诸行无常是什么 因为 如果 是苦 是 恒常的话 是无因而生的 来讲的话 那我们是 没希望了嘛 他本来就变成 本来就是法尔如释了 就是这样子 他就没希望的话 就想什么 他不是没希望 他是什么呢 他是由因缘而生的 诸行无常 诸行是什么 是由因缘的结合 而生出来 所以他叫无常嘛 由因缘结合而生出来的无常的话 他是由因缘而结的嘛 和有肉结苦的话 是什么呢 可是呢 因为这个因缘是有什么 有肉 有肉是什么 是 什么的肉呢 是因为由 业跟烦恼的 的肉 不自足了 业跟烦恼的 所结合的 这个东西而产生的 我们叫什么 我们这就叫有肉了 凡是由业跟烦恼的时候呢 这个有肉 为什么就是结苦的话呢 我是不是 我们在别的课程 在介绍四弟的时候 我说我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 想说为什么叫 由业跟烦恼 就是所谓的真正 我说我当然我背的出来这些事情 可是内心还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叫做 这叫苦的时候 特别是对什么 对于辛苦那些 没有办法了解 到最后什么 我听到有一次尊者跟我们提 说什么 他说你看 他说 纵使你是被软禁的一个人 是不是你看 特别是最近我说 我们现在 我碰到很多朋友 他说他最近 他回中国 或回去哪里上班 他被隔离十四天 有些人就开始抓狂了 可是他觉得说你看 你又是住很好的饭店 人家送吃的给你 又做出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要自在嘛 可是很多人 为什么要吃 没办法的 因为他觉得说 我被限制住了嘛 或者我举一个词 因为大家知道 我很喜欢看篮球嘛 前阵子不是有那个 美国的 现在那个职业篮球 又开始打了 有一个人是什么呢 因为他想要吃外卖 所以他就叫外卖 他从他们的保护区 走出去了这样子 所以他一走出去 他又要被隔离十四天了这样子 因为他说他吃不 他没办法安住 他一定要吃那个炸鸡 他就炸鸡了 外卖 他就走出去了 因为他觉得说 虽然我在那个大范围 可能有二十多甲的 他范围可以跟他走 可是他就不会被那个限制 人家就觉得我不自在了嘛 我被 我不自主 我没有自由了 所以有肉的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等于说什么 一样的是被软禁 再好的 那当然有不好的 你被 硬被关注的 可是纵使是在轮回裡面的 最好的荣华富贵 享受的时候呢 他等于是什么 也是不自主啊 永远是听于什么 就是夜跟烦恼的指使啊 自己跑不掉了 所以这个因为是被一种 好像被我们不自主的 无法控制的状态来讲的话 这叫什么 这就叫苦啊 这就叫人回啊 这就叫什么 所谓的行苦了 所以第二个就是说什么 再介绍苦地嘛 由极地而生苦地嘛 诸行无常 有肉皆苦嘛 和后面的什么呢 我们说什么 诸法无我嘛 诸法无我就是说什么呢 是不是也就是刚好符合了什么 我们在中观根本会论 龙树菩萨说什么 有些是说什么 依空戏论灭 还有有些是 游空戏论灭嘛 这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 为什么会说 有些是依空戏论灭 有些是讲游空戏论灭呢 这是什么 在于说 以前在近代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祖师大叫 库努拉玛仁波切 他是通达梵文的 他就看了 龙树菩萨 像我说什么 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我们说 像我们在中文是 召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可是在藏文叫什么 召见五蕴 易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所以我们就有怀疑说 那到底是中文队 还是梵文队 还是藏文队呢 找回去梵文的心境来讲的话 的确有一个也这个字 有这个也字 所以就是 召见五蕴易皆空的 同样 因为藏文也毕竟是 把中央根本会论 这些论是翻译本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库努拉玛仁波切 在传中央根本会论 给尊者的时候 他就说 这边的翻译 可以有两层的意思 有一个是 游空戏论灭 他有一个是 一空戏论灭 他一空戏论灭是什么呢 他就讲说是 道地了 游空戏论灭是什么 是在讲说是 灭地了 但为什么讲说 入空戏论灭 入空戏论灭 是入空戏论灭 入空戏论灭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一空戏论灭 代表是什么的话呢 代表是说所谓的 他原的那个境 他所观察的那个境是什么 我道地是什么呢 是道地是在观察 那个灭地的时候 透游这个羞耻 我才有办法获得那种果位 所以他是 依着空性而去 而入空戏论灭是什么呢 是我把这个 透游这个的空性的道理 而把所有一切的障碍 或者烦恼去除掉 和进入于新的原来的本性 或清清的法性的 这个时候叫什么呢 那就叫灭地的 灭地的状态 所以这个来讲呢 也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讲说 诸法无我的时候 那是不是等于说 在于四地的时候 首先 因为我们 会有两个次地的 在这样子的解释 一个是说什么 一个是认识的次地 认识的次地来讲 是不是应该是 先认识苦 才有办法认识到疾 先认识到灭 才有办法认识到道 这什么 他是依靠着 我认识的次地来讲的话呢 是颠倒过来了 可是 以实质生起来的次地 是什么呢 是由极地才生苦地 由道地才会生灭地 所以道地来讲的话说 诸法无我 就在讲是什么 他讲道地的 因为道地的所要原的 是什么呢 是无我 所以他在透着说 他在介绍空性 或者介绍无我的时候呢 等于就在介绍 道地他所原的 或是所要观修的 或所要羞耻的是这个 所以诸法无我 他最后是涅槃极境 所谓的极境是在什么 是获得涅槃 或所谓要获得涅槃 就是所谓的获得卸脱 他所谓获得卸脱 是什么呢 我们用了比较大的名词 他实际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断除烦恼的灭地 断除烦恼的灭地 或者去除一切的烦恼的灭地 我们就叫卸脱了 所以他在这边来讲说 是由极地而生苦地 由道地而生灭地的 所以他现在等于说什么呢 他说 那所谓内外道的差别是什么呢 是 只要 承许刚刚以上所说的 因为他的概念是什么 他说 所有的佛教徒 起码 都要承许什么 就叫初转法轮 所说的道理 所有的佛教徒 都要承认 四弟 所以 至少所有的佛教徒 应该都要承许 四法应了 所以 那佛教徒的定义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 承许四法应的 这样一个中意识呢 我就称之为叫什么 我称之为叫佛教徒 而 不承许四法应的 这样的一个 四夫 或者这样一个普特求 或者我们把它 缩小一点的范围来讲 不承许四法应的 这样一个中意识 就是 就叫非佛教徒了 看的确 这有一点有没有像是 很 这个道理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一般我们讲说什么呢 我们说 从 中意的角度 认为是一个 佛教徒的中意识的话 就是这个定义了 你见解上面 他成为 佛教徒来讲的 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承许四法应呢 这叫佛教徒里面的中意识 或者有承许佛教的中意的 这样一个中意识 不承许 或者不承许四法应的 这样一个中意的 这种中意识呢 这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没有算为或者不算为佛教徒的中意识的 可是你看到他的辩论 我们再慢慢看 他说什么 好大家应该这样有听得懂吧 大家有知道这样的范围来讲的话 这是什么呢 这不是我们自己认为 是某些人 大家有看到这个福生大师的做法 或者写词的话 这个是代表他要破斥他人 是有些人说出佛教徒的定义是这样子 是承许四法应的中意的 这样一个中意识 我们叫佛教徒 不承许四法应的这样一个中意识呢 我们叫做什么 非佛教徒的定义的话呢 那为什么 他用了一个 他用举了一个 他说什么 那独子部嘛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独子部的意思 没关系 独子部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在于 之后我们会看匹婆沙宗 匹婆沙宗有分下去 他有分四大部派 这个四大部派会分十八个不同的部派 我们说四大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因为这边比较严肃 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先轻松一点那样子 因为佛陀原集之后啊 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生团还很和睦 大家一起都没有什么纷争 按大家来讲 可是佛陀一 一世线入涅槃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些开始 生团有一些的归裂了 有一些开始分开 每天他就是他分出什么 他分出四大部派 因为每一个人说 佛陀传戒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传啊 佛陀是用巴黎文传的 不是佛陀是用梵文传的 和有些人说 我们要穿着是要这样子的 所以他开始有一点的分裂 有一开始要分了 我们就分出说什么 他分出所谓的四大部 所以我们这边有讲说什么 我们所谓的一切有部啊 长老部啊 大众部啊 什么等等 我们这后面都会看到 都会慢慢介绍到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 在毗婆沙中 或者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戒律 像我们 不管我们在台湾 中国这边所传的 我们要所有一些人叫法护部 或者像在于西藏所传的一切有部 总之 那时候或阿底侠尊者传的 持守的 是不是持有是大众部的戒律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为什么 在西藏的传承的戒律里面 虽然阿底侠尊者他自己本身 不是持一切有部 他是持大众部的时候呢 可是他进入西藏 阿底侠尊者几乎是没有传戒的 我们看阿底侠尊者的传记的时候 他是没有传戒的 为什么没有传戒 因为他进去的时候呢 人家有 请阿底侠尊者传戒的时候 阿底侠尊者说什么 我们戒的传承是不一样的 和我来的时候戒律还是清禁 由禁命论师 传的戒律 因为禁命论师他本身 他持的戒律是什么 是一切有部 禁命论师持的一切有部 这个清禁传承还保留的时候 不用把我的这东西混在或混淆 混淆进去 所以我们看阿底侠尊者 在西藏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传戒的 因为那时候 西藏已经保留原有的传承了 所以很重要一点 是因为我们以前 因为我去尊者的那边 当过很多次的尊政师 或者去帮尊政师翻译 什么等等 在传比丘戒的时候 很重要是什么 如果或者大家以后有持那种 像居士五戒的 跟尊者持居士五戒 或者我们传居士五戒的时候 我们是持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的 你不能说 我是跟尊者受了一切有部的传承 我守了是什么 我守大众部的戒律的 没有这回事的 当然你不能说 我是守一个 我要另外 我要去守 他每一个传承 每一个传承有他的自己的开许 不能做的 可以做的 不能做的 所以你不能说 我是要持这样的一个传承 我去守另外一个传承的戒律 这个是违反了戒律的开设 或者做法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总之是佛陀入涅槃之后 他分了 生团分成四个大部派 十八个部派 和其中这十八个部派里面 有一个派别叫什么 叫独子部 叫独子部 他之后这是怎么 怎么熄灭 或者中子的时候什么呢 之后是由大比修仲 像大家说真者 他拿出来 他说以前的话 他就看到佛经 或者看到佛陀所说的 他说 这个以前就有一个国王 他做一个梦 在佛经里面 他们以前的迦瑟佛 所做的经典来传承 所以有一个国王 在迦瑟佛的大师祖的 大功德祖的国王 看到他做一个噩梦 看到好像说 他看到生团 持有一大块布 可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扯 所以每个人都扯到一块布了 所以他有觉得不好的迹象 他去问迦瑟佛 迦瑟佛说什么 他说你不用那么担心 这不是在我的时候 发生的 是在以后 在释迦摩尼佛的传承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那样子 所以在最后他们看到说 才什么 是每一个人都什么 都抓同一块布 可是只是 分开了18个布派的时候 这是在什么 是在大彼公众之后 在集经的时候 才发现说 有这样子 导师释迦士尊跟迦瑟佛 早就说出这个 所以他那时候 听到这个公案 他们就自然就 就这个分支 就说什么 我们是出于同一家的 没有要这么那样的 比较说好像 你的开车跟我的开车不一样 你的说法跟我的说法 可是是不是我说 因为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有 当老师的这个职责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 时下碰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一样的问题了 很多人说什么 我刚刚举的 这是藏传 这是汉传 这是北传 这是南传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 纵使是在藏传当中里面 这是显教 这是密教 这是给 学法义的 这是我要找修行的 这是 还有说什么 有些说 这是宁玛的 这是嘎举的 这是撒迦的 这是格鲁的 等等的 或者纵使是格鲁 这是某某中心的 这是某某老师的 到最后 最后说到什么 就只有我一个人的见解是对的 对不对 我说到最后 就只有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说实话来讲 是不是就跟佛陀的时候 这个公案是一模一样的 这什么 实际上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都持有一个什么 可能就持有佛陀的见解的某一个部分 从某一个角度 某一个观点来讲 不用说好像是我这个就是最正确的 乃至说什么 你看我是不是 我举的例子 像钟大师 我承认 像以前我们在辩论 我就觉得说 我们一直都以为说 佛陀大师那是最好 以前我们就跟撒拉师辩论 我们就特别去骂撒拉师的 撒拉师又来骂我们的 那样子 所以以前老师就会开玩笑说什么 那时候他说学辩论的时候 他说什么 那时候要学辩论 人家说什么 辩论者的慢心不是慢心 辩论者的愤怒不是愤怒 因为没有这一段愤怒 没有这一段 好像慢心 你不会学习 那之后当然真的来讲 自己是愚痴 自己根本不知道 而是什么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观点 有些地方是 这边不清楚 那边更清楚 这边不清楚 那边更清楚的时候 真的是从 只是不同的角度 而去了解 和有些是不同的名词 反而我这边不清楚 有可能别的地方 是更清楚的时候 自己把自己 变成是 金底之蛙了那样子 应该要更为去开阔的 反而 所以 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 那我们 不一定是 像很多人问我们说 第一天我是不是就一定要 隔下我要跟你医者 我说本来就没有 你看尊者都没有说 我说尊者都不说的话 我说什么 可以前面来先听听看吗 看有没有帮助啊 有没有 这个隔西 或这个僧人 他的 所说的 跟所行的 有没有相辅相应啊 不相应的话 那当然就离开啊 那为什么你要说 还自己苦苦的 可是 当你又不能这样 好像又有人 又会走另外一个极端 说什么 我都已经想要学了 可是我因为我不要有这个 师徒关系 我不要有 所以我就永远是这样 那又不能再次 又倒到另外一个部分了 所以自己是不是觉得说 我可以学的 那当然就是 如你的意思 不行的话 还可以观察的吗 那别的时候 人家问说 那如果这样 我能不能去别的地方学啊 或能去别的地方 当然啦 我说 我怎么可能说 我一个人的用词 我一个人的说法是 是最好的 从来不会 你只要有 时间 有余力 可以多去听闻 多去接触不同的善知识 是最好的 像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说 像我一个老师 大家知道是我 带我去印度的最早是 庸拉荣不欠 庸拉荣不欠 应该是算 当今最老最老的一个格西了 他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是1947年考到格西的 所以1947年考到格西的话 就知道说 大家都有多久之前 那我说大家都还在中国 如果是外省人都还在中国那边的那样子 這1947年考到閣西了 所以你看已經 今年的已經是 等於說73年了嘛 倫布希德那考到時候的 時候 應該算很年輕很年輕 24 25歲就考到閣西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他那一段時間考完閣西 去完蜜月是他最幸福的時候 為什麼因為在那個拉薩城當中呢 是各個地方都有很多的三知識 他說他考完閣西到1947年 大概到1950 1955年56年那個階段的時候 因為都很平息的時候 他說有時候這邊是 赤薑榮不切交完法的話 剛交完後面就是令榮不切交了 令榮不切交了有可能就 另外一個上知識在交了 各個他每一個 這樣一年一年這樣怎麼的話 就等於說好像每一天都在聽法 每一天都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等於一年一年這樣過去了 所以最好的例子是什麼 你看那種以前在西藏的風俗 以前學習 就沒有說 你只能跟我一個善知識這樣學了 而還會說 別的善知識他開課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們盡量把它錯快 你多去聽別的善知識 多去跟他學 有可能我們這邊沒有開的課 他那邊有開的有講法 這才是真正的學習 去了解中藝的 了解法的這種的精神 而不是說 我把你只有好像只能我一個人的 這個是本來就是你把人家教會 他法的知識 有真的來講的話 我說他就有能力把那個金子跟沙子分開了嗎 你不用說我這個是真金啊 你自己給他說有金子在哪裡 沙子在哪裡 你真的有功夫 有真的有實質的話 他自己就有能力分出什麼叫金 什麼叫沙了嗎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獨子部 那獨子部的話 他是不是屬於是佛教徒了嗎 為什麼呢 他是四大派 十八個小派裡面的其中一個嗎 這叫獨子部 別別的十八派 我們會到的時候 我們會一一一一一一慢慢介紹 可是他先有這個例子的話 有一個叫獨子部 可是這個獨子部的很奇怪 他幾乎 我們在什麼 我們假裝說他是佛教徒 可是在中義上面他不是佛教徒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承許有一個我 可是你說這個我是常 還是無常 他說什麼 這是不可說的 太玄了 他說這是不可說不可說那樣子 這個是 因為為什麼他說 因為他說 因為你要說他是無常的 這個我 這個獨立實體的我 我們講無我的時候 他說如果是無常的話 就沒有輪回了 因為他就變成沒有了 會滅壞 我說我也不能說他是無常 可是你說是常呢 明明佛頭就有破製一個 常的這個我 所以最後我怎麼說呢 他是不可說的 他是常的也不可說 他是無常也不可說 所以他是 常還是無常是不可說不可說的這樣子 總之他是實體的 可是之後這是在什麼 在法真論詩的時候 在第二瓶的時候 法真論詩去很嚴厲的去罵 罵這個獨子部 他說什麼 他說你比外道還更差這樣子 那佛陀明明說是無常 至少你可以說無常 和那個外道呢 他也有膽去承認說 那我就是常了 那你是什麼呢 你兩邊就想當好人 你都說是常呢 還是無常呢 你什麼都不可說的那樣子 沒有這回事 因為他說什麼 因為我們在常跟無常當中 他沒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 因為他是正相為的 如果存在 他或者就是常 或者就不是常 沒有什麼不可說 或者又不常又不無常的 沒有這樣子的東西了 所以你這個見指是 等於是顛倒 可是我們在佛教徒的 中義師當中呢 有一個叫獨子部的 獨子部他又是承取什麼呢 他承取一個說 不能說的我 不能說的我 好 所以他就說 那獨子部為例 他是不是說 那麼有法獨子部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說 獨子部的這個為例呢 因為這是什麼呢 這是在我們說 在為什麼他加一個法 這個法是後面的 在四大部派裡面的 其中一個部派 他是一個部派的分類 分類的那樣子 其中一個 所以他說 以獨子部為例 因是出性向 應該 那按照你的說法來講的話呢 獨子部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承取釋法印的中義師囉 為什麼 因為是彼之所表的緣故 因為它是什麼 因為是那個名相的緣故 因為是什麼名相呢 因為他是佛教徒的緣故嗎 是不是 我們剛剛前面來講 是不是 他說所謂的 佛教徒的信項是什麼呢 就是 承取釋法印的中義師嘛 所以他的辯論 或他的問案是說什麼 那麼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以獨子部為例 應該是 承取釋法印的中義師囉 為什麼 因為他是佛教徒的緣故 所以他是不是後面一直說 那麼獨子部為例 應該是承取釋法印的中義的 普特切羅 因為是佛教徒的緣故嗎 和 英勢筆 英勢筆是誰呢 後面是不是後面 接下來那個原因 他要證明之前上面的那個原因嘛 他說 那以獨子部為例 應該是佛教徒嗎 為什麼是佛教徒呢 因為是有部的緣故 就是什麼呢 他是匹婆沙宗的嘛 為什麼是匹婆沙宗呢 因為他是匹婆沙宗裡面 可以分四大部派 和從這個四大部派 有沒有分 十八個小部派裡面的 其中之一個的緣故嗎 其中之一的緣故 好 那 英勢筆有法的緣故 為什麼呢 英勢筆有法的緣故 是代表說什麼 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例子的緣故嗎 因為有匹婆沙宗的這樣一個緣故嗎 或者因為有獨子部嗎 你說獨子部就是獨子部嗎 如果有獨子部的話呢 獨子部就是佛 就是匹婆沙宗的十八派的之一嗎 和如果是匹婆沙宗的十八派之一的話呢 也代表他一定是匹婆沙宗嘛 那如果是匹婆沙宗的話呢 應該一定是佛教徒嘛 如果是佛教徒的話呢 應該是符合你剛剛以上說的定義了嘛 就是陳許氏反應的了嘛 好 所以呢 他說獨子部 因是佛教徒 因為他是匹婆沙宗十八部派之一 因為你所提的有法就是獨子部 因為什麼 因為有這樣子一個獨子部嗎 因為你說你用的例子 你舉出 我舉出來剛剛以上的例子 就是以獨子部為例的嘛 好 那若根本許 若根本許的話是說什麼 如果你陳許 獨子部就是什麼 就是陳許四法印的中醫師 如果你陳許他是四法印的中醫師的話呢 那麼有法所知 就是說什麼 他是說就隨便 他現在就是一般我們來講說 這邊有法所知的意思是什麼是什麼 就是沒有特別的例子的時候 我是用所知為例嘛 他沒有一個特別的例子 他只要不要讓他空在那邊 就是以所知為例 那獨子部 應該是沒有陳許四法印 因為 彼音不陳許 普特且羅的無我的緣故 為什麼呢 因為彼音陳許普特且羅有我的緣故 為什麼呢 因為他陳許普特且羅為不可說為常 不可說為無常的時有的緣故 這邊來講的話 就像如雲 如雲是什麼呢 在入中論當中有說 有記不可說一意 常無常等時有我 這邊來講的話 陳許的這個人是在說什麼呢 就在說獨子部了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後面這邊來講比較難 他主要這邊來講的主張是什麼 就是說獨子部 明明就不是陳許四法印的人嘛 為什麼獨子部沒有陳許四法印呢 因為他沒有陳許第三法印嘛 他沒有陳許什麼 諸法無我的這個法印啊 為什麼他沒有承認諸法無我呢 因為他根本不承認無我的這個原因啊 為什麼他不承認無我呢 因為他承認有我了 為什麼他承認有我呢 因為他承認一個我是既非 就不能說為常不能說為無常的 這樣一個我是存在的緣故了 因為這就是他的主子部的獨一無二的主張 因為什麼 在入中論裡面在迫斥 持有我的這個的這個的 迫斥 月聖菩薩在迫斥的時候呢 講到一句話說 有記 有記什麼呢 就是安利啊 他自己塑造出來 騙記出來的一個說什麼 有一個不可說為一還是意 也不可能說為是常或無常 這樣一個實有的我的主張者是誰呢 就是講在講獨子獨子部了 和我們下個禮拜 準備要跟大家講這邊什麼 就是把這邊最後我們來講說 大家應該有一個疑惑說什麼 就是說什麼叫做無我 什麼叫做有我了嗎 我們佛教徒所要迫斥的我 我們一直講無我見無我見 大家不要有錯誤的理解或什麼 沒有就是在不是代表說沒有你我他 佛教徒來講的話不管是誰 從匹菩薩中的最低最最基本的見解 乃至到龍樹菩薩中間派的見解來講的話 都承認有我 如果不承認有我 他為什麼說我要成佛呢 對不對 或者我要去利益眾生呢 他這個來講的話 他就自動相違了 自動矛盾了 所以我們不承許的我 跟你我他的我是不一樣的了 他是有一個有差別的 你我他的我跟所謂的無我的我是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首先我們第一個問題應該要問說什麼 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到底佛教徒的無我是什麼 對不對 如果佛教徒是承認無我的話呢 那別的所有的宗教所承認的我 或者我是什麼 那我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不可能要說是你我他的我嗎 因為你我他的我佛教徒也承許啊 那佛教徒不承許的我 而外道所承許的我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他這邊今天是不是有一個叫 實有的我了 那到底什麼是實有的我 是不是 什麼叫做一個實有的我 他的標準是什麼 他的形象是什麼 他為什麼這叫我值嘛 是不是我們剛剛看到了 在一匹婆沙中這邊所說的我呢 他承認說什麼 我說不出他是一 我還是一 也不能說他是長 也不能說他是無常 但我可以說他是實有的 這樣一個我 這是獨子部所說的 所以他只要承許這個的時候呢 就代表說他沒有承認無我了嗎 他沒有承認無我的話呢 是不是他就不可能承認是反應了 那你不承認是反應的話呢 按照你的說法來講 他就不是佛教徒了 可是你不是佛教徒的話 他明明又是皮婆沙中的某一派啊 所以就什麼 承認是反應的這個定義呢 我們就不能說是佛教徒的定義 可是我們一般 我們這邊所承許的會說什麼 我們會說從中意識的角度來講 我說這個人是不是所謂的 這個佛教徒裡面的中意識來講的話 什麼呢 他在見解上面 可不可以成為一個佛教徒來講的話呢 我們會說什麼 他就是他有沒有承認是反應的 所以我們會說什麼 我們可以說獨子部 他是佛教徒 他是中意識 可是他不屬於是佛教徒的中意識 在中意方面他不是佛教徒的中意識 可是他為什麼承認為佛教徒呢 因為他有他獨一的見解 他有中意啊 他有中意 他承認說我不可說的 常或無常的這樣子一個我 不能說他是一或一 他是中意識 他也是佛教徒 可是他不是佛教徒裡面的中意識 他不是佛教徒的中意識 他也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佛教徒 後面的佛教徒的定義會 很明顯的說出來 可是在目前來講的話 從見解上面 他就沒有符合了佛教徒的定義了 從見解上面 那我們從見解上面 符不符合 所以我們是不是說 以佛教 你看 以符不符合佛教徒 我們也不是從見解來講的 所以你看 他是否是小秤 他是否是大秤 是不是也不是從見解上面來講的 小秤的來講 是不是他 他也要有一個 為我一個人 獨一的去 希求卸托之心的這個人 是小秤嗎 而我發不發起大悲心 發不發起菩提心 這算所謂的大聖的嗎 他是從行啊 或者從方便來講 分這些去講 他不是從見解來分的 所以從這樣來講 可是我說從見解上 他有沒有進入佛教徒的 來講的話 那個的界線在什麼呢 就是從有沒有承認四法印 從四法印的 所以呢 很重要的是我們講說 四法印是要跟什麼 要跟四弟結合在一起的 等於說四法印跟四弟是兩 兩見的 是說透過不同的方法來講述 可是他是講同樣一件事情 所有的佛教徒 如果從見解上面 他可以稱為是一個 或者名副其實的佛教徒來講 他一定要對四弟 有理解 所以你看我們是不是在講說 到四弟的介紹 我是不是一直在講說 乃至在下世道以下的話呢 這等於是我們內外道 或者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 共同的 是佛教徒的獨一無二的 都還沒開始啊 佛教徒獨一無二開始是什麼 是從他見解開始啊 他見解是從什麼開始呢 至少從四弟啊 十二元起啊 這個地方或者洩脫啊 這個概念 這才有說佛教徒的獨一無二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第一堂課 我們有多一點點的隱身啊 或多一點點的外話 所以可是以後的話 我們開始的話 大家知道就是 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是每周 會開始上 看大家只要有回去 如果有讀 有什麼不懂的話 大家隨時歡迎問 看如果不敢問 我還是一樣的 大家可以寫紙條 放在我桌上 我會來看的這樣子 但如果會害羞的話 或者如果不懂的 或者來講的話 如果想到的話 我們之後在那個群組 我們有一個LINE的群組 大家如果沒加的話呢 大家這邊來講 他可以加券 他在這裡面可以發問題 我會去看 我們會在課堂上面的話 一一一來回答 好 那我們就請回向了 那樣子 願消三藏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醉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薩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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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